只见过在猪身上盖章,你见过在人身上盖章的吗? 前几天无锡一接到黄马转绿马的居民做完核酸后,被直接在手上盖章,还被要求保持三天。 好家伙,这种场景我只在屠宰场和菜市场里的猪肉摊见到过。 这事发酵以后,连央媒都发生谴责。 这时,无锡阳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才发出一封道歉信,说工作人员做法简单粗暴,做法欠妥。 这事是如何荒唐和损害老百姓的尊严?该说的,杨美都说了,所以我无需多言,我特别想给大家聊一聊的是关于这封道歉信。 看到这道歉信的最后一句话吗? 特殊时期,让我们众志成成,共同抵御疫情。 拜托,你道歉就道歉呗,喊什么口号呢? 谁不知道现在是特殊时期,大家众志成成抗议,跟你要道歉的这件事有半毛钱关系吗? 你转移什么话题呢? 这就是现在的问题,好多人和地方单位拿着特殊时期这四个字来作为所有一切的挡箭牌。 不管干了什么坏事,蠢事,荒唐事,最后都要给你扔一句特殊时期,然后再抛出两句道德绑架的口号,什么众志成成,共度时间。 正是因为大家众志成成,该配合配合,所有的苦都往肚子里咽,你就少干点令人寒心的事儿,别把人当牲口一样在身上盖章,别阻拦有病的人去医院,还露上了眉。 最重要的就是,道歉的时候就诚心道歉,只需要说一句,我们错了,不应该这么做,对不起大家。 就结束了,后面那些口号就不用你来喊了,因为你的荒唐和愚昧不是特殊时期造成的,群众的众志成成更加不是你的功劳。